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最近疫情似乎有严重的倾向 台湾也发生了极起零星的本土传染 牧师在此要呼吁大家不要放松 一定要更加注意个人的卫生管理 遵守疾管局的各项规定 让我们都得到健康 也让大家都得到平安保守 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你是掌管一切的主 也是爱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在疫情蔓延的过程当中 依然得到保守 主啊我们恳求您 持续带领我们 让我们得到平安 最近在台湾发生了零星的本土案例 求主此刻帮助我们 让这样的情况不再扩散出去 并且在人心不安的时刻 怜悯我们 让不幸遭受感染的人 能在医护人员的照顾下 早日康复 也让我们的政府官员 能够有聪明智慧 来思想适当的政策 有效地遏止疫情的蔓延 也让疫苗的研发和制作 可以快些进行 也都能够产生好的果效 让大家都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主啊经历这一切 我们更甚至自己的软弱 需要依靠上主的大能 求主怜悯恩待 保守眷顾一切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